欢迎回到玩物人生 这几天我发现一间很特别的吃到饱餐厅 严格来说它不算是一间餐厅 它是一间吊虾厂 没错,吊虾厂里面竟然有火锅加快炒吃到饱哦 而且一个人才398块不加服务费 如果你想要啤酒喝到饱的话 只要一个人加199块哦 我们去吃吃看如何吧 如果你也喜欢滑蛋美食 记得订阅和开启小铃铛哦 开启小铃铛可以及时收到优惠美食资讯哦 外观还蛮像快炒店的 汤头竟然有十种可以选择 很多火锅店吃不到的汤头 超多种现点现做的台菜 喜欢吃泰国虾也可以另外加点 这个是他们的所有食材宝费区 哇,这个是蛤蜊耶 让你吃到饱的蛤蜊 然后鸟蛋,火锅料 这个是鱼片吧 哇,还有螃蟹 然后蝦子 鸭血 豆腐 青菜 啊,这是玉米 哦,蛋蛋自油 然后火锅料 肉片躯 糟米花 然后薯条 哇,还有鸡米花耶 还有,这是可力饼吗 感觉还蛮好吃的感觉 乌梅汁啊 乳酸菌 可尔比斯 还有一个咖啡鸡 再来就是冰沙跟可乐鸡也是有的哦 冰淇淋 口味还蛮多种的 啤酒让你喝到饱咯 右边啊,这个是麻辣汤底 哦,麻辣汤底 哦,里面还有这个鸭血跟豆腐耶 左边啊,这个是鱿鱼螺肉蒜哦 鱿鱼螺肉蒜其实是一道名菜 它是一个酒家菜 酒家菜源自日治时期 及酒楼供应的台湾料理 多伴随当时的人文风景 在那个年代 酒家是较具规模的高级餐馆 也是重要的社交场所 菜色融合、闽南、广东 日本料理的精髓 与日本料理有所区隔 是特定时空下的一种混血台菜 曾经是台湾市深阶级 精致艳影的酒家菜文化 也成为今日台菜的重要源头 我里面有一些排骨啊 鱿鱼啊 还有这个蒜苗 感觉不错耶 我最有兴趣的啊 是鱿鱼螺肉蒜汤 因为很少火锅店吃到饱 有这种汤头 我们来喝喝看 哦这个汤蛮浓郁的耶 它喝下去啊 一开始就会有鱿鱼的味道 然后尾韵啊 就会有那个蒜苗的味道出来 这汤头还不错呢 浓郁 再来喝它的麻辣汤底 我真的很怕辣 因为大家应该知道 我其实对于吃辣是不太在行的 希望它就不会太辣 它麻辣汤好辣哦 对我来讲已经有点是中辣的感觉 而且我刚刚有吃到它的花椒里 麻麻辣辣的 我觉得爱吃辣的啊 可以来这边点麻辣汤头 应该蛮对味的 我觉得在吊虾场吃快炒 吃到饱还有火锅吃到饱 真的是很神奇的一个地方 这个是三杯鸡腿 它的鸡腿啊应该是有先下去炸过哦 因为吃起来还是蛮有嚼劲 然后带有点香味的 不过它的三杯味啊没有下很重 我觉得蛮适合不喜欢太重口味的人来吃这道 咱们吃下这个葱爆牛肉 葱爆牛肉啊就一定要牛肉跟葱一起吃下去 它的牛肉啊不是很嫩的那种牛肉 咬起来是有点嚼劲的 那越嚼啊你会越吃得出它那个葱爆锅气的味道 那再搭配葱啊我觉得有那个葱香味还不错 不过我觉得这道啊也是比较清淡一点 不知道是不是我比较重口味 不过啊这道还蛮下饭的哦 下饭吗 一点点下饭 一点点下饭 不过味道还可以 他们的肉脯好香哦 好香哦 你要想再加味了 好对 398不加一层吃 对对 那我们来吃它的蒜泥白肉哦 一定要把这肉啊压到酱汁下面这样子躲均匀 这样才会好吃 然后上面再放点姜丝 这个蒜泥白肉我觉得猪肉算嫩哦 而且吃起来真的很蒜泥白肉 我觉得还不错 我觉得蒜泥白肉比葱爆牛肉好吃 蒜泥白肉大概是里面我最期待的一次 应该说蒜泥白肉没有不好吃的 哈哈哈哈 张白菜的姜丝炒大肠 他大肠还蛮大块的 酸的 但我觉得姜丝炒大肠就是要酸啊 有些姜丝大肠不够酸你知道吗 对啊 但他也不会很酸 对啊这个酸第一孔 他还蛮可的啦 只是说他是太有嚼劲的大肠 应该煮软一点更好 对基本上咬没机会就吞下去了 我咬很久了 蛤 我咬很久了 我是说 这个好像完全咬不顺 哦哦哦哦 所以最后还是直接吞下去 然后我倒进去 这道我觉得双胃有到位 僵尸的味道也有炒出来 你如果喜欢越嚼越香的大肠 这道就很适合你 尤其啊你来这边配啤酒的话 这就非常适合你哦 但是啊 他的大肠是非常非常有嚼劲的哦 所以啊你如果牙口不好的话 可能不建议你点这一道 再来也是我蛮期待的一道菜 就是臭豆腐 哦 有臭耶 而且我觉得这道好好吃哦 它的味道真的是又臭又辣 我觉得这下饭真的超刚好 如果里面再放鸭血的话 变成臭豆腐鸭血宝 这道啊应该是我目前吃过 我觉得最好吃的 边吃还可以边看人家钓虾 还蛮有趣的 咱们来吃蛤蜊丝瓜 蛤蜊丝瓜吃起来就蛮像家常菜的 你如果啊都是点肉啊 或者炸的啊 或者是三杯啊 比较油腻的 你可以点一盘蛤蜊丝瓜 让你比较解腻一点 我觉得这样去中和是很好的一个做法 咱们来吃它的烤鲸鱼 它没有烤得很干耶 里面还保有很多的水分在 我觉得这道真的还蛮适合配酒的 我觉得也是来必点的 哇这里面有蟹膏耶 我觉得这个价位啊 可以吃到螃蟹真的是很夸张 现在通货膨胀的时代 这个价位竟然可以让你螃蟹吃到吧 我觉得这螃蟹啊也是可以拿的哦 虾子 它们虾子也算好播哦 它们虾子其实吃起来不是说很Q的那一种 但是其实啊吃起来是还是OK的 不过啊它们的虾子不是说很大石的那一种 所以是啊你如果不够吃你可以再去拿 无限让你吃你看像有肉羹呢 我很少在吃到饱看到肉羹呢 这肉羹吃起来就蛮像火锅料的 哈哈哈哈哈哈 再来吃它们的猪肉片 哦我讲到麻辣锅那一锅 哇猪肉片超辣的 猪肉片啊就适合有嚼劲的人来吃 牛肉片 那牛肉片啊也是吃起来软嫩软嫩的 我来吃羊肉哦 羊烧会算雷吗 对吧 算吗可是羊肉回来就烧味啊 是没过了哦 它羊肉啊是软嫩中带有点筋 不过啊其实没什么羊烧味哦 所以你怕羊烧味的话这羊肉也许你可以吃哦 来吃它的鸡柳 它的鸡柳条蛮嫩的哦 其实啊通常鸡柳条都会蛮嫩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 虽然鸡肉算好吃的 它们还有一些小小的把费区 有这个鸡米花 还有薯条 爆米花 然后当然是可栗饼吧 我觉得以快炒类来讲 第一名是台式清蒸臭豆腐 因为这道真的是非常的到位 建议你们有来吃的话 一定要点这道菜 这很适合你亲朋好友 想要聚餐的人可以来这边 因为啊 这边有快炒让你吃 而且最近天气也越来越冷 它还有火锅让你吃到饱 重点是你如果再加199块的话 就可以啤酒喝到饱哦 就可以配着这些小菜 然后喝着热汤 哇 那真的是一大享受 不过啊 你如果跟百元快炒店相比的话 它其实一份啊 没有像百元快炒店那么大份 它可能大概在七八成 这边 它现在百元快炒应该都涨价了 所以我觉得这一盘应该可以算八九十块 如果以这个价位啊 你可能大概吃个四五盘 你就回本 重点是还有火锅的料让你吃到饱 还有饮料 还有冰淇淋 另外啊 我觉得他们的汤头是非常推荐的 因为我觉得他们的汤头的品质很好 像我们点的 鱿鱼螺肉蒜汤 真的很浓郁 那麻辣汤真的也蛮辣的 所以啊 我觉得他们的汤头的品质是不错的 如果下一集想要看我去吃哪间 滑蒜美食餐厅的话 也欢迎留言讨论哦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 也记得订阅按赞 和开启小铃铛哦 拜拜 拜拜